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蔡英文總統是質疑說 韓國瑜的豪宅案跟閨蜜人事案 都沒有講清楚 不過事先議員 這韓國瑜他是說 他用這個大海跟浴缸來做比喻 他說我跟你談的是一個大海的問題 那你怎麼跟我提一個浴缸的問題 有關這個比喻 來世間議員怎麼看 韓國瑜口才很辨解 他確實很會做這些比喻 浴缸什麼塞子他經常 當然有的是讓大家都聽不懂的 很玄的地方 不過我認為任何的比喻 他應該先擺一邊 我認為他就針對 那蔡總統有提出的質疑 蔡總統當時在被質問到土地的時候 他從多次已經甚至正式的文件 稿件都提供了 那些是照說不該再扯的 那反而是韓國瑜到現在為止 對於他被質疑的這些部分 韓國瑜並沒有自己 粉末登場講得清楚 那韓國瑜你委託其他人幫你解釋可以 可是也是解釋的2266 到現在社會上還是有很多的疑慮 我認為身為國家領導人 你的自清非常重要 你如果沒有自清清楚 你只要有任何一點被指涉懷疑的部分 我覺得對於你得到全民的信任 那是困難的 所以你變成只能回到你的同文層 博取你同文層的支持 所以韓國瑜的言論會更激化 就是在於說他沒有辦法往中間再去獲取 再去擴大他的支持 所以他只能又回到 窩到最終一開始支持他的這些他的同文層 這是韓國瑜面臨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應該下一場辯論會 我認為韓國瑜應該再作為跟蔡總統一樣 蔡總統在昨天的表現四個字 是啊 穩健 自信 那韓國瑜昨天有為他過去 他有一些他寒流興起的時候 韓國瑜當時本來也是充滿自信 也是侃侃而談 也是講很多大政方針 我希望他能夠恢復 大家針對政策來辯論 那你認為蔡總統沒做好的哪一些 還有你個人 你的這一些被質疑的 包括你的草房 包括殺死案這些 我希望他能夠在很簡短的時間 那麼他說明清楚 或者他乾脆自己本末登場 他自己辦一場記者會 一次說個清楚 因為他越不說清楚 大家越覺得疑慮 那不要再氣急敗壞 昨天韓國瑜給人家的螢幕的形象就是這樣 那蔡總統氣定神賢的時候 而你氣急敗壞 盡是一些攻擊的言論的時候 當然蔡總統那當然不得不防禦性的 當然就會提到所謂的閨蜜變矚蜜 這些事情 那確實這個在那麼大重要的政見發表會 韓國瑜你做那樣子的一些隱喻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啦 齊氣小矣 好 韓國瑜在政見辯論會上討論到清廉的問題啦 不過士維哥其實剛才事件議員有講啊 韓國瑜要自己先自清嘛 我覺得特徵組是在陳水扁任內所設立的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哇大肆的設立特徵組 就是要打貪官污吏 結果到民進黨又重返執政的時候 他就把特徵組給撤除掉 為什麼 就自己設立抓得低了 你陳水扁以前你設特徵組 結果你就把自己抓進去啦 那我們老百姓會想啊 如果今天有特徵組的話 陳明文這一個三百萬 陳明文高鐵移營的三百萬 那就能夠查清楚啦 對不對 如果有特徵組的話 那華航的這一萬條條項約 也能夠查清楚啊 蔡英文總統 你還好意思說閨蜜變蜘蜜 哦 我們的最強地表的酬庸補課牌 你看看 哦 你民進黨多少 敗選聯盟 對不對 敗選聯盟 甚至於 你看他舉犬升天 很多很多啊 這一些全部都是 你有關係的啊 對不對 你看他肥龍在天 哎 這全部都是跟局雲有關係的 顏色對了 他就可以當政務官 顏色對了 就能夠到國營企業 如果你真的要講閨蜜的話 前一陣子卡神楊慧如 這一個也是他的閨蜜啊 還是在立法院院長的一個辦公室 還去替他喬標案耶 你怎麼不出來說清楚 你怎麼不說清楚 說清楚講明白 然後你講說啊 到這到此為止到此為止 那你都是雙標嘛 今天如果特徵組 人民老百姓有個期望 你今天你看到 之前慶富案 是誰核帶的 結果到了核庫的遠東航空 又是誰核帶的 遠航為什麼無意緊的就停下來 停飛 這有很多難道不查嗎 那韓國瑜他願意宣示 如果他任內有任何的貪圖行為的話 你不用假設你不要關到死 蔡英文總統 沒有錯 你是含著金湯匙長大的 但是你也要知道民間疾苦 既然都有這麼樣子多的一個 叮叮叮叮叮的關係 高雄市的負債三千多余是怎麼來的 難道這不用查嗎 高雄市的五千個天坑 然後鋪下去的 瀝青油路不夠 那是怎麼樣子的一個狀況 難道不用查嗎 我們就講 你今天特徵組是專打老虎的 如果他能夠設下來 那你今天能夠對這些貪官物理做打擊的時候 我們整個政府衙門我們會往上做提升的 甚至於昨天我還看到網路大家一片的叫好 特徵組成立 再把陳水平抓回去 你蔡英文總統你敢不敢 你不敢啊 人民要選的不是單官 不是作威作福 人民要選的是做牛做馬 人民要選的是公譜 能夠替我們老百姓做事情 你今天你去講說韓國瑜他的豪傢說不清楚 賠錢的事情 那那些資料明明是官方才有 為什麼會流到你們綠營的民進黨的立委手中呢 難道你不用講清楚嗎 你說你的一個土地 你說你經過選舉你說解釋完畢 你今天你的發言人講四千多萬 可是照市價講是一億多啊 你怎麼都沒有講清楚 你沒有把我們適宜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你兄弟姐妹家族的一個事業 你要不要出來交代清楚呢 韓國瑜昨天只不過講 你真的要扯這些網路抹黑栽贓的事情嗎 難怪你小鼻子小眼睛 你把你自己的格調給做小 最近我們還在查說1450的網軍頭頭是誰 結果昨天網路一大堆講 終於知道了 網路的頭頭原來是蔡英文總統 因為你所有昨天講的話語 全部都是網軍所虛擬架構出來的 難道 我覺得世界英文講得很好 你是現任的 你把你的執政的一個政績 你拿出來嘛 你拿出來嘛 今天沒有錯是政見會 但是從政見會 能夠讓他感受到變成辯論會 這就是韓國瑜能力比人強的地方啊 對不對 那你今天蔡英文總統 你為什麼不檢討自己 你還好意思說 觀光客有1100萬 如果有1100萬的話 為什麼觀光月它會這麼蕭條 為什麼老百姓他們會感受不到 你的一個觀光人數有1100萬 施惟哥剛才講到 特徵組是在這個 蔡英文總統任內廢掉了嘛 不過為什麼廢掉 這我們就來請教佩芬姐啦 因為其實蠻多人在說 特徵組會廢掉不就是因為馬王政爭 當時人家好像在懷疑說 特徵組是不是輪為馬總統的私人工具 是這個原因嗎 佩芬姐 其實當初馬王政爭啊 也是導致國民黨後來真的 分崩離析的主要原因 那你說 那馬英九也因此這個被告啊 然後還這個 還在跑法院這樣 但事實上 特徵組當初成立的目的是真的很好 就像當初那個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樣 確實希望能夠好好做一點事 但是後來我發現就是特徵組的那個總長 好像在領選的過程中間 好像慢慢慢慢有 人事的問題射進去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 黃世民去跟馬英九報告 然後變成涉及到這個 到底是去告密啊 還是去這個串供呢 還是去聯手 那王金平在立法院有沒有問題 其實 你知道我其實也知道那個柯建民 他在立法院是很資深 他自己說他自己 在立法院三十年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整合民進黨 有三分之一的在這個 在什麼 在這個立法院這個調和 另外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協助王金平院長 事實上他跟王金平院長是非常配合的非常好 那你說王金平跟他有沒有失交 有 那你說他們兩個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你知道王金平在立法院就是那種 叫做什麼萬應公 你知道你任何人去拜託他 他真的會照顧你 甚至他那時候選黨主席的時候 在跟馬英九選當主席的時候 幫過他忙的人 他也都會回饋 就是說也會回去幫忙他們 比如說像他 我知道他有一些媒體朋友幫他的忙 他也會去照顧那些媒體朋友 那他在立法院的辦公室也好 常常有一些媒體朋友在那邊聚會 所以他的人際關係非常好 那馬英九不高興他的原因 事實上就是 因為馬英九剛剛當總統的時候 他說他不要兼黨主席 最後發現黨裡面的立法委員 黨籍立法委員 只聽黨主席的 因為黨主席負責提名 扶選 那總統根本就管不到 那後來他就發現他還是要去做黨主席 所以他又把吳伯雄拉下來 他自己去做黨主席 那到後來他發現很多政策 宋大利法院過不了關 因為王金平是要協商 要協調 要妥協之類的 他認為那些東西過不了關 王金平要負責 那王金平又跟柯建民的交情 所以跟民進黨的協商也非常仔細 所以那個心結老早就存在 那加上他接到黃世民的這種報告以後 他真的就站起來 而且立刻跳到第一線來 說這個不是關說 什麼不是關說 做一個總統這樣事實上是不對的 當然他這樣 你知道馬英九就是那種 見不得人家任何這種問題 他跳出來 然後就立刻就發動 要把這個王金平這個不分區的立委拿掉 把黨籍開除黨籍等等 造成這樣 然後立法院裡面 支持王金平的立委一堆 你知道但是支持馬英九的國民黨立委不多 所以到後來變成就是說 扯到最後太陽花事件以後 這個你知道柯建民跟王金平 並沒有真的幫馬英九解決問題 所以那個怨恨就激在那邊 那等到落到最後的時候 你說他們覺得特徵組已經沒有特徵組 當年打攤的那個功能 已經變成這種類似黨徵 其實是不是黨徵有待證明 所以後來就把它廢掉 我覺得廢掉以後 你說今天再把它重新弄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那個必要 我覺得要考慮 因為我覺得台灣很多事情 就是拿西方的也好 或者對岸的也好 或者是日本的也好 美國的也好 拿到台灣來最後都走樣變質 我覺得可能是人的問題 或者是制度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都要考慮 就像特徵組當初成立的美意 最後變成正正的一個導火線 我覺得這種東西 當然是讓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好來我們要先收席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要繼續來看 昨天這場總統的政見發表會 韓國瑜拿出他在高雄的市政成績來說嘴 親民黨的宋楚瑜就喊話說 聽到你這樣說真的聽得出來 你很想辦好高雄市的市政 那你就好好留在高雄吧 有關這個精彩的片段 廣告回來我們馬上來看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被冠上 落跑市長名號 總統政見發表會也成為工坊焦點 去年韓國瑜先生當選了市長 不過才短短不到三個月 他就宣布要選總統 市長只當三個月還真的是史無前例 高雄市政上演空成績 但韓國瑜倒是挺有自信 親愛的台灣同胞 事情不再難不難 事情在於有沒有新 10個月農產品是去年外銷的三倍 第二高雄觀光 我們2019年上半年 我們住房率成長21% 發愛心餐券 我們已經發了113萬張 再來雙語教育 高雄市是全台灣現在衝刺雙語教育第一名 我剛剛聽到韓市長講的這段話 我可以說韓市長 您非常認真希望把高雄市好好的辦好 繼續留待高雄 把你未完成的事情好好完成 我當選總統之後 我一定不會像民進黨一樣小裡小氣的 我會大力的支持你 讓你的夢想成真 當選高雄市長 原本是有機會去高雄好好做事 就像剛才宋楚一主席講的 不過他選擇落跑 急著來選總統 拋下市民來追逐個人的權利 但是人民要問高雄人發財財了嗎 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為什麼 憑什麼相信他做總統 台灣就會發大財 他為庶民為苦人做了什麼 這只是很多人都覺得他只是把苦民 苦人跟庶民來當做一個選舉的工具而已 蔡宋兩人都喊話 要韓國瑜乾脆回去好好當市長 但韓正宜另一頭卻批觀光業慘兮兮 麻煩你苦民所苦 接近基層民眾 看一看觀光業 遊覽車 計程車 餐廳 民宿 真的是 淒慘的慘 慘的不得了 高雄市遊覽車工會理事長 128輛遊覽車 128輛 128輛 你執政三年 你知道他現在剩下多少輛嗎 他只剩下一輛 你還要告訴全台灣同胞說 我們觀光業非常好 老話一句苦民所苦 不過二十一號挺韓罷韓兩大遊行 同天在高雄登場引發關注 我們先來請教這個世間議員 真的韓國瑜列出高雄的政績 被總統很酸啦 哪有人上任不到三個月 就宣布要選總統 這在台灣來講 這真的是史無前例耶 議員 就是當時的韓國瑜 因為他選上市長韓流興起 韓國瑜當時意氣風發 說實在話 韓國瑜當時如果好好的 在高雄市做好 坦白講他選上市長 我簡單一句形容 那叫先上車後補票 就其實你看他連高雄的路名 這前十大重要道路 一數到十 他都沒辦法講清楚 但其實高雄市民也接納他這一點 就成為韓國瑜講的 我是來當市長 我不是當一位辦公桌公務員 一個科員 所以他不是郵差 他不是送地址 照地址 他不必了解那些詳細的地址 他講這些表面上都對 可是你上了車你要補票不是這樣嗎 市民已經這種凶心接受說 好吧 那就讓你來做做看 那你是不是上了車你要好好的補票 結果不是 韓國瑜的做法就像他的那個哥良好柯文哲一樣 柯文哲當市長是搭霸王車 你看一任第一任四年 他上來以後首都市長的光環跟資源 他是拿來搭自己政治舞台 第二任依然故技從事 那柯文哲這樣搭霸王車 韓國瑜本來市民容許你先上車來補票的 結果這車你搭了快一年了 你票都還沒補 所以當然市民沒辦法接受 那第二點你要參選國家的大位總統 你除了提出批評 批評時政當然可以 你可以批評蔡總統民進黨執政哪邊沒做好 你可以批但相對你有沒有提出 那你認為你的政策做法 比方說他在講說高雄的觀光業很淒慘 說那個理事長的車輛只剩一輛等等等 那事實上那你韓國瑜你要提出那相對應 那你的政策做為是什麼 照現在高雄市民大家去訪金看 各大夜市去訪查 我相信媒體們都有做出很多報導啊 現在這些夜市一樣叫苦臨天 各行各業包括觀光業 觀光業還感謝說 還好民進黨中央執政 有針對秋季冬季季旅遊有補助 那多少還好還不錯 還至少可以維持 那這次遊啦拜韓國瑜之事 再來這個禮拜六日 聽說這飯店旅館業餐飲 都有不錯的訂單 那是因為大家要去罷韓 所以結果這個大家發大財 竟然原來韓國瑜燃燒自己 他把自己弄得讓大家都憤怒啦 要去罷免他 所以才帶進來那些聲譽 那相對韓國瑜你的政策 你的見解是什麼 難道你認為要救觀光產業 如果照韓國瑜的論述 那難道就是要我們台灣 我們向中共樹白旗 我們一面倒的跟中共磕頭 說拜託中共我們投降你 那你趕快讓你的路客來吧 是要這樣子嗎 要喪失我們的主權尊嚴 我們的自由民主 去換來那一些迎頭小利嗎 那除非是這樣 否則這一次觀光業德不好 我們全體國人 我們應該共識 我們不分中央地方政府 大家趕快想辦法怎麼來幫助 來提升 因為這一次觀光的不好 路客的不來 完全是中共單方面 他片面的決定啊 中共是人質的國家嘛 他昨天可以讓路客來 今天馬上就可以一直單止 馬上終止 不管團客這個背包客什麼的 他通通他就禁止 就不來就不來 那如果我們民進黨執政 沒有多方設法去開拓新南向 去開拓歐美日的遊客的話 我們有辦法維持現在 旅遊業雖然慘淡中 我們還是逆勢穩定成長 還達到一千萬的旅遊人士嗎 所以這些韓國瑜 你必須對你的政策說得更清楚更明白 也要讓我們國人曉得 我們國人現在已經給答案啊 我們國人認為說我們平手之足 我們不要靠中共的施捨讓利 為什麼 如果我們某一兩項幾項產業 都必須靠中共的施捨 一旦都依賴中共的話 中共像現在反臉不認人的時候 他馬上一直公文馬上停止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整個觀光產業 或者依賴它的部分的農業 是不是馬上要立刻倒閉 還有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也不只有觀光業啊 我們有其他各行各業那麼覺出的表現 觀光業固然受到中共的影響 停止了入客 但是我們全民我們繳的稅金 我們的政策的擬定 我們想辦法怎麼樣政府來補貼 提高我們的國旅 想辦法政府的政策怎麼樣去鼓勵 讓新南下的遊客去開拓那邊的市場 怎麼樣提升我們台灣的觀光價值 讓歐美日國家都能夠來 這些就是民進黨現在執政正在做的 相對的韓國瑜你現在是高雄市長 你高雄市長也有很多你可以促進你們高雄地方觀光產業的 你應該做那你要競逐總統大會的針對這個部分 你提出批評之外 我們更希望看到你的政策作為 你的主張是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良方妙計 可以讓我們台灣觀光產業提升 你要講清楚 否則照現在我們根據你先前所有的論述作為 我們一致的看法就是說 你的意思就是要向中共數百旗 向中共投降 向中共搖尾起連 請求中共在開放路客來台灣 是這樣子嗎 如果是這樣 那1月11號投票的結果 大概就底定了 好看世間議員相當有趣的分析 他說韓國瑜對這個高雄市來講 很像是先上車後補票 但是現在高雄市民還沒有等到那一張票 其實昨天宋楚瑜有講 那既然你想把高雄市這樣好好的辦好 那你就繼續留在高雄市啊 好我們先收集一下稍回來來聽一下民佑的分析 server 我們 Bolt 回到節目現場密起先來看速播 昨天韓國瑜說 這個親愛的高雄市民 事情不再難不難在於有沒有心啦 來民佑他對高雄市到底有沒有心呢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他到底有没有心我们来想一下好了 因为宋主义回答得非常正确 因为你好想一个市政成绩 全国买一度倒数第一名 忽然在选总统的时候 就到台中在慰问倒数第二名 那是不是很讽刺呢 因为呢我们注意来看一件事情 他把所有成绩讲出来 我们来面对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爱河的水是不是最干净 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爱河的水有那么张过吗 另外一件事情 你所谓的10685件的马路坑洞 是谁边的预算 还有2029公里清水沟是谁边的预算 是乘取时期边的预算 然后变成你的成绩 那也没关系 表示有做嘛 可是你的促三招商是零元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 他把高雄市拿来变成他的成绩 那也就算了 他们一直在打高雄市负债的问题 当时马英九 那800多亿 所谓前线市合并的时候 所应该补齐的有补齐吗 另外一件事情 你编列的预算是有史以来 高雄市最多的预算 你编了1400多亿 那这些钱你怎么样用 你到底要不要给议会 去审视你编列的预算 到底你要怎么样用 结果这些他避而不打 另外就算了 你的举债 短短4个月 366亿 你这些拿来打别人 然后你平均一个月有91亿的债款 你一回到哪里 高雄市前做好到哪里 所以这些问题 我也是希望说 韩国瑜你要回高雄当市长 我如果是高雄 我会不太愿意 可是如果你要回去当市长 不要让12月21号的 罢免你的活动太成功的话 把这些讲清楚吧 把这些讲清楚吧 因为你让人家感觉就是 你要落跑嘛 你落跑你就是做不好 现在做不好 你怪理就说 因为他头前欠太多 但是你编列预算的时候 又编列那么多 到底你是为了什么理由 你跟我说一下 而且你91亿每一个月 平均的这些款项 你怎么在买在哪里 你怎么跟我们说高雄市 你怎么整个月要做什么事情 你假如我们讨论爱情无天论 你跟土地的问题 你说港股市怎么办 谁给你丟爛 中央卡汗 这些事情又说出来 我问你 你有经过的环境评估吗 你的招商计划是什么 有人去引荐 你去哪个外国哪一家厂商要过来 结果全部SNG在等你招商会议 结果半小时密谈结束 没有瞎魂 所以我想问一下高雄市民 这是你要的市场吗 第二件事情 你在总统辩论过来的时候 把这些变成你的成绩 那可以 可是台湾这总统 真的只要顾及这些吗 宋楚瑜我觉得 我昨天看了整场 他是让我觉得 第一个最向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把他想做的事情讲出来 第二个 他知道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政见发表会回起的妹妹角角 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空手而回 而且他忽然间打出来说我只当一届 老实说 如果今天中国国民党 能够把韩国瑜跟宋楚瑜调换一下的话 或许还会好打一点 今天不是啊 今天总统在辩论政策 在提自己成绩 然后韩国瑜提不出自己好的成绩出来 开始打魔无战 然后宋楚瑜老行在在 虽然我知道他民调真的不高 可是至少在我眼里的话 如果代表南军出来 还有一事的机会 可是今天我们最离谱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刚才在讲特征组的时候 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啊 那到底过去做伪证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 韩国瑜他昨天唯一我让我讲的最好的 如果成立特征组 然后X公照射我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昨天我觉得最有具体的就是这一项 那我也想问一下 你把所有社会大众媒体 对你所质疑的事情 你要不要一次讲清楚 告诉全台湾的老百姓说 我韩国瑜就是这样 那600万其实我当时是什么原因 告诉人家一下 买房子的金流啊为什么虚报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原因 你总要把这些自己面对 王如选当年 就是自己面对问题 至少人家会称赞说 里面哪怕有什么问题 可是他自己出来面对 你呢 避而不谈 要不然你就交给发言人 然后发言人讲出来的东西又是不对 然后发言人又打发言人 这些是选战的过程 我们看到的一个步骤是你自己慌乱 而且你现在要说蔡英文怎么样怎么样 人家步骤是慢慢打慢慢打 让整个选战结构能够加温 把自己成绩凸显出来 而你不是啊 我看到你就是兵荒马乱啊 然后让我看到就奔崩离析啊 你说一下 第一个高雄市买一度倒数第一 什么东西没做好 然后边历的预算最高 第二件事情 是你在选战的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你所有的能力了 因为选举有时候 你就在看选战的过程 这个主帅的能力到哪里去了 他有没有办法统合 有没有办法应战 然后在未来执政的时候 他能不能去把整个 包括你未来 如果有机会让你当选治理国家 我都不放心交给你 因为我看你高雄市乘 看你北農 看你这次选战 你所有表现出来 人民就是没办法信任在那里 包括一些男军系统 很多人都不一定在表态 原因是这样 所以我预估啦 今年投票率会非常低啦 因为我相信很多正男军的 也是看不下 因为王金平等人 他们至少过去 在整个行政经验里面 非常清楚 什么叫做commer sense 可是你完全没有 这个老实说 我看国民党把他撒出来 有点我感到苦的地方就是这样 人家宋水虽然老掉牙 一直在讲讲经果时期 一直在讲当省长的时候 人家至少还端得出东西来 那你要端出什么来呢 你把高雄市的成绩拿出来又不堪检验 你把说我在北龙时期拿出来的东西又不堪检验 这些东西是我们要去追求一个国家领导人最高的水准吗 还是我们的水准被降低了 来这就要请教示威哥啦 昨天在这个政见发表会 韩国瑜拿出他在高雄的政绩 讲得口莫横飞 可是这礼拜六马上就有这个罢韩大游行 这就是高雄市民对韩国瑜的不满啊 高雄市民也有很多对韩国瑜赞扬的啊 甚至于你全国的一个好朋友 大家都肯定他做了几个月的一个高雄市长 能够让高雄的一个能见度 高雄的一个观光 高雄的农艺产品 高雄的一个马路 高雄的水沟 高雄的这一些灯 都能够亮 都有跟前朝来比 差很多 所以说他才会在七月份 我们七月中的时候 我们国民党的党内出选 他才会民调那么高张啊 他才有机会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今天蔡英文总统 你今天赖清德你自己提的院长 诶 露宁了为败选负责 他就不甘愿就要跟你算了 可见了你说你做的有多好 结果你又把他那边 原本他赢你二十多%的民调 结果你党内拖了两个月 结果他倒数你八% 现在你昨天又讲那些网络 网络的一个网军的语言 然后宋主席又讲了 诶 我不会像民进党 笑你笑气的 有没有 你民进党你指定就是 诶 人家宋主席没有说 都让他留在高雄啊 很抱歉啊 宋主席也肯定了他对高雄时的努力啊 那我相信林宅江我心不由己啊 你说他选上了高雄市场不能选总统 请考 输在那三十万就可以做院长 输在那十五万就可以做院长 输在那二十万就可以做部长 选你还不能选总统 你还口口声地讲说你民主进步 对吧 有老百姓去做决定嘛 你有没有苦民所苦 今天你要讲说 要叫他出来讲 柯文哲讲得最好啊 陈菊花妈你不就出来说一个 高雄市付出三千万 又是为何来的 你都不出来讲啊 你说那不是事实 好了我们今天看记者会讲 高雄的居债如何产生 他法定的债务有2482.79亿 吴敦毅任内的时候是73.77亿 苏南城是408.98亿 高雄县两个县市合并 高雄县的一个债务是182.52亿 谢长廷含陈其迈代理 跟列菊兰代理 总共借了715.04亿 陈菊花妈包含许立民代理期间 总共1067.06亿 这一些加总起来2482.79亿 再加上 刚刚明佑讲的800多亿 那是非营业特种基金 自长性的债务296亿 还有基建劳保 劳健保补助款 以及教育退休人员 优存差额利息等潜在债务345亿 营业基金与清理债务基金借款207亿 总共加总现在高雄市 总共加总既有负债跟潜在负债 多少3332.29亿 这这么清楚的数字 这是韩国瑜借的吗 韩国瑜今年所编列的一个 这个预算 他怎么样 总共多少 你以前陈菊花妈 你从2011年开始 每一年 短税 税入税差 这个税出短差165亿 你借了 韩国瑜怎么样 64亿 是历年来 最低的 那你今天有什么好嘴的 你过去20年 你做不好的基础建设 韩国瑜做几个月就做到了 佩芬姐在旁边 快听不下去了 来佩芬姐请说 我有一些不同意 四为凶 就是说 当初韩国瑜做了 在总统提名初选 能够胜出的原因 我不认为他是因为高雄的政绩 因为那个时候他去年 11月24号选完以后 他造成的声势 因为国民党20年来没有拿下高雄 他一个人拿下了高雄 我曾经称赞他是国民党30年来最强的战将 而且他那个时候的韩粉的声势非常的高 整个国民党包括民意代表完全被韩粉挟持 大家不能否认这个 国民党里面从中央的中常委 中央委员 立法委员 市议员 还有地方的明代们 每个都认为就是韩国瑜的声势 没有人能够阻挡 那事实上吴敦毅自己也想选总统 而且他说他准备了30年 如果今天真的是吴敦毅选的话 会选的那么辛苦吗 所以他当初是 我是觉得他是被韩粉挟持 然后他在总统初选的武昌造势 没有人包括民进党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真的可以弄成那样大的声势 因为韩粉 还记得那个四维雄在新北市补选的时候 那个声势真的很大 县荣街在台南补选的时候 声势也很大 但是后来为什么公败随城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韩粉 跟他实质上的政绩是两回事 没错 就是说 苏贞昌输了30万票 然后可以当行政院长 我觉得这是两码的事 国民党在很多政治人物选败了以后 也安插到党部或者政府里面做事 这也是有 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行政院长这样的位置而已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能把他混为一谈 韩国瑜今天我认为他 我到今天还是坚持原则 我觉得他参选总统是没有正当性 因为他在北隆总经理做完以后 选上高雄市长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要选总统 那个精力是完全是空白的 那个东西跟 然后你今天又要去选总统 北隆总经理跳高雄市长已经非常勉强 你还去选总统 所以他今天为什么在选举中间那种表现 让人家觉得他是炒 为什么挂上炒包那个头衔 就是他的格局 他的内涵也好 还真的不到那个程度 但是他仍旧是最强的战将 他的口才没有人能比 今天放眼台上的台面上的民进两党的 包括宋楚瑜那么能言善变的人 没有一个人口才比他好 所以你今天真的没有话讲 就是说他今天这个表现 但是你说那些是不是高雄的政绩 真的让人家幸福吗 我觉得还有待检验 好 确实有关于韩国瑜的争议真的很多 那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来讨论的是 国民党的党主席到底怎么了 吴敦毅骂蔡英文是随微杂暴 好 到现在都还没有认错 那国民党居然还发了一篇声明稿 扯上了未安妇的议题 好 整个情势越变越糟 根本就是硬拗嘛 好 稍后待会儿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 国民党主席胡敦毅辅选 再度语出惊人 夭壽骨 已经几十年 不在出民事案 剩下我们的这些水杯女子 这样九年五月一天 又来就 又来台南一天 像这些衰的人做总统 要有努力啦 对不对 吴敦毅水杯杂暴卦一出口 站在身旁的喉彩凤忍 忍不住扑哧笑出来 但要选总统的喊国瑜 发言人可笑不出来 我个人也是女性 我也认为不妥 有检讨的空间 好像人家会觉得 对她有一些争议 所以你可以说她是随被总统 说她随被文 那么就是照去重新改一下 调整一下就好了 我刚才讲过 每个政党都要有 反省检讨的能力 我们有反省检讨的能力 我们当然有反省检讨能力 那不要回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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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必谈 有人跳针 唯独吴敦毅坚持没错 还在脸书发文强调 在蔡英文执政之下 百页萧条 蔡英文难道没有带衰台湾吗 有中常鬼看不下去 直接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出来 要吴敦毅面对网路舆论批评 对于杂伯这两个字 可能是比较不适当 其实主席对这部分也比较认格 他说应该要稍微修正为随被总统 吴敦毅终于说要修正 但随被杂伯四个字 实在让蔡总统忍无可忍 在脸书发文表示 这羞辱的不是我个人 而是台湾民主的格调和人民智慧 喊话要选民站出来 唾弃这充满歧视的政党 因为近来吴敦毅不只批评 蔡总统是随被杂伯 也曾暗骂陈局是肥滋滋的母猪 选总统的韩国瑜更曾说出 成熟的女人像一碗汤煮熟的时候 赶快喝再不喝会交调 误化女性的言论 副手张善政日前也批评蔡总统 没生过孩子不懂父母的心 甚至选台南立委的谢龙介还说 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厅房间 性别歧视争议一桩又一桩 他们是把歧视当有趣 那我们应该用我们选票 去表达我们对性别尊重的价值 赖清德为蔡总统保不平 国民党上上下下接连失言 相信选民都看在眼里 吴敦印的失言风波 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 列为不分区低名的这个曾明宗 碰到这个记者来赌访 他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要记者不要为难他 好 石丘议员我们看到 连朱立伦都说 他的工作不是善后 大家针对这个议题 可以闪的闪 躲的躲 议员怎么看 当然毫无疑问的 在一个今天台湾民主化 这么长期从民国85年 选六次总统 的确看到这样的言辞 我相信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即使最支持国民党的 可能所谓的忠贞党员 都无法看得下去 但是我必须提醒 电视机前的朋友 会不会有更糟 今天国民党秀的下线 不是最糟 只有更糟 而且我很担心 他是拿川普做标准 川普在2016创下了 全世界民主政治的一个 非常坏的典范 他除了就人身攻击之外 他还提到一个非常 各位可能忘掉 但是我担心将来有一天 你会不会在韩国瑜 还有韩粉身上看到 各位记不记得 最近美国的全纽约市市长 Michael Bloomberg 这个全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的 出来参选 川普怎么叫 Liddle Michael 因为他都一百七十公分 Liddle Michael 他形容这个参加民主党 党内初选的 这个大家熟悉的 Michael Bloomberg 然后各位知道吗 我们知道 川普除了用最恶毒的字眼 像曾经来台湾访问的 今年十月十号来台湾访问的 Ted Cruz 德州参议员 他怎么叫 Liar Ted 这个加工是个骗子 另外全世界曾经是最大的HP的总裁 在党内初选 跟他选的非要女压的时候 他直接讲 such ugly woman 这家伙是丑八怪 可是到最后选举的时候 各位知道 川普还提出了一个 让人家绝对匪夷所思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担心的 如果只是人身攻击 已经很糟糕 你知道Donald Trump 后来当选之后 很多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在CNN当时的投票标题是什么 在选举前两个礼拜 Donald Trump怎么讲 This election is reached against me 这个选举被操控来对付我 CNN的标题写得很清楚 我到现在印象深刻 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 美国实行两百多年的民主政治 Donald Trump on commit to accept the election resort Donald Trump 不保证接受选举结果 各位这是发生在2016年 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 Donald Trump 不但用人身攻击 同党的和对手之外 他还在选前的两个礼拜 第一个强调 This election is reached against me 这个选举操控更重要的 我不承认接受这个选举结果 各位可以看看最近非常红的一个人 就是电话门事件 当他的律师叫Juliani 大家记得 纽约市市长911的英雄 你知道Juliani在Fox新闻网怎么说 他说美国的选举有个做票的传统 而做票的就是民主党 而且民主党做的票数 他是说百万张 所以后来Donald Trump才根据这样的想法说 我不见得会承认这场选举结果 这是发生在2016年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今天国民党 用这样的人身攻击的字眼 去对一个现任总统 都不知道改进 甚至不知道检讨 未来会不会像发生在三年前 2016年的 你们会做票 我不见得会承认这个结果 这是我们坦白讲 最不愿意做见到的 而且我相信台湾 今天民主的素质绝对超过现在的美国 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民主 最后我送一句话给我们的吴主席 也送给韩国瑜 不管这样的选举 我们最后还是在一个国家 一个旗帜下要生活 英国在20世纪唯一的女首相 而且是整个英国历史上 做最久的一个女首相 做了11年 叫Seacher 他在1979年 我相信也是小英总统 在英国留学的一个偶像 1979年的5月10号 他在唐宁街10号 接受人家访问 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他怎么讲 我要在混乱中带来和谐 我要在沮丧中带来希望 我要在怀疑中带来信任 我要在错误中带来真实 当时整个英国陷入瘫痪 因为长期工党的执政和英国罢免 这些罢工的情况不断地发生 Seacher就告诉大家 今天你们面对的混乱的情况之下 我跟各位承诺 我要在混乱中带来和谐 我要在沮丧中带来希望 我要在错误中带来真实 我要在怀疑中带来信任 这个长达十一年被人称为铁娘子的奢契 或许给我们今天 不管是在朝在野 互相喷口水 互相做人身攻击的人 一个最好的示范就是 我们要的是和谐 我们要的是信任 我们要的是真实 我们要的是希望 我希望我们在野不要听到任何 不管是性别或是歧视性的志愿 因为到底这只是一场选举 在一月十一号之后 不管你是韩粉还是非韩粉 我们都要在这个国家继续生存 而且都必须为这个国家的未来 付出努力 而不是透过一场选将 互章撕裂 互相仇恨 到最后如果一个国家 选完之后分裂成两个国家 我相信谁也不愿意见到 所以选举一时的 真的政治的和谐是永远的 蓝明佑怎么看 其实刚刚在新闻报道里面 赖清德也说到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 把歧视当作有趣呢 我觉得在现在社会 继续去讲这个 我个人是非常厌恶 包括他们是不是真的 全部都种了韩国瑜病毒 因为我现在都不可以开新闻 给我的小孩子看 因为你说 是用少女的女的 还有大女的 这种很口语化 藐视女性的做法 我个人非常的不认同 为什么 我们最近可以知道 芬兰的新总理 三十四岁的女性 她上任带来十二名官员 她可以把成绩做出来 变成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清楚性别平等 是一个台湾社会普遍的事实 为什么 国民党会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因为他们就是极尽丑化 占尽父权主义的思维 这种思维 在台湾的社会 年轻人在我这个世代 都没办法接受 你知道 现在女性撑起半边天 早就撑超过了 我们台湾的总统 是不是女性 是 是 我们很多的职业 是不是女性做得比男性好 是 是这样子没错啊 可是你们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从张善政 谢荣健 韩国语都不顿意